如果我今天烦恼了,就要想想是谁给的我烦恼,实际是自己心里接受了不顺的境,所以就觉得难过了。 当我们的心慢慢锻炼的有了文殊菩萨的智慧,就会知道不管遇到顺境还是逆境,它都是有因缘的,有因有缘无常的。 如果今天很糟糕,睡一觉可能一切都会变好的,是不是,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很好,那亲密也不要执着,也许睡一觉,明天会变得很糟糕,因此,心若能常常安住在佛法的聚会当中,我们就不会被外面的境所迷惑,就不会随着境或喜或忧。 如果我们每天见了不同的境产生不同的心,就会失去理智,跟着自己的感觉走,跟着自己的情绪动。 虽然,我们在修行,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,但能不能真真实实的对每个人都像对佛一样去尊重,虽然一下子做不到,但是我们可以培养锻炼,常常想每个人对我来讲,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, 总有那么一点是我做不到的,这样就不会惊世任何人,知道了人人都是未来的佛,虽然现在还不能极其尊重恭敬每一个人,但想到也许有一切真的需要他来度我,慢慢就会升起恭敬心。 佛法的智慧教给我们如何修正不好的语言,不好的行为,不好的信念,让我们懂得怎样去慈悲地对待别人。 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,不去计较挑剔别人的时候,常常会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、家庭和团体当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如今,非常同意。 感谢观看